委員交通委員會啊 成立禁電視B1案調院小組 NCC回覆拒絕提供資料 請問是誰給你的指示 沒有 這個我們沒有拒絕 我們只是公文說請離新那個重要頁是誰 這個公文這樣回覆是誰給你的指示 這是我自己決定的 你自己決定的 NCC是你自己可以決定的嗎 來看一下你今天的書面報告第二頁 看一下書面報告第二頁 本會採多數決決物證物啊 這件事情是你陳耀祥一個人可以決定的嗎 提供這些相關是屬於行政事務的部分 所以說我們在做個行政事務 你直接啊 把整個NCC拉起來 跟立法院對幹 結果竟然是你個人的決定 我再問一次啊 NCC是何一智還是首長制 是何一智 何一智才有行政 何一智有行政事務啊 這個是行政事務嗎 這本來就行政事務啊 提供資料什麼不是行政事務 你拿整個NCC跟立法院對幹 這個資料我們讓委員員通過啊 今天讓大家看到 看到什麼 我們有NCC 哪來的何一智啊 本來就何一智嘛 根本就是首長制 今天在這地方 要講一個憲法上很重要的 權力分離原則 行政前 他六個錢 是一個五權室分離的 你以往可以監督行政院 智能行政院沒有錯 但是沒有所謂的你 你有上對下的關係 所以剛才怎樣想回答 黃國昌很正確啊 你以往 這個執行時間是 執行行法第18條規定是很清楚 是 疾問疾答 兩個人過過時間 何來之後呢 你不能講話 那麼聽信 這相對下的關係 這根本都是違憲違法 然後還在那 黑的叫大小聲 你都對大家都不敢理他就對了 富富奇 你以為你要黃國昌兩個加起來 天效無敵啊 國家在你們兩個掌控中 國家要匪在你們兩個 惡極必反啊 我要告訴你 不要作惡多端啊